有人说,成就感是人的引擎 其实正是一路走来获得大大小小的成就感 给了我们向前的动力 或许是在做一件事时 遇到很多坎坷 也可能一度想过放弃 但一路披荆斩棘 获得了想要的结果 成为了更优秀的自己 或许是最开始做一件事时 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好你 你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大家好,我是谭剑刺 今天要分享给你听的 是我成长过程中 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回顾过往 很多事情让我难忘 拿到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专业16岁组拉丁舞冠军 开人生中的第一个演唱会 参演的剧一步步播出 但让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 不是我取得的某个成就 而是让身边的人有所突破 看着身边的人从零到有 不断进步 成为更专业的人 让我感到无比的有成就感 从小 我就是大家口中文艺积极分子类型的小孩 三岁时 我妈妈就把我放到了跳舞班学舞蹈 其实一开始是让我学弹琴 但是我坐不住 又让我学画画 一样 还是坐不住 我妈妈一想 那就必须要让我动起来 虽然 我也很抗拒压腿 可是在舞蹈教室里可以蹦来跳去 就能忍住坚持一堂课 就这样 我学习了跳舞 到了13岁 我考入了北京舞蹈学员福中 成了我们老家第一个考入北舞福中国标系的人 我老家北海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去哪儿 都是一个自行车就能解决的事 考上之后 我妈就组织让我教跳舞 因为我算是当地唯一一个有专业能力和知识的人 那是我年纪不大 但我的学生都是大人 一个小孩教一帮大人学跳舞 那个画面想想就很有意思 也许会有人问 你不害怕吗 事实上 我当时并不怎么害怕 我很自信 因为我很相信自己的舞蹈水平 觉得有能力教别人 但在最开始 大家都不信我 他们觉得你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能教别人呢 于是我就先办了一场表演 跳了几支舞蹈 效果还不错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上舞蹈课 我记得那时候 从早上到晚上十点多 一直都在上课 一个假期 我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巨款 攒下了自己下一个学期的学费 我很享受给大家上课的感觉 当时我上的第一堂课 就是大课 有好几十人 每次上课都跟打了鸡鞋一样 带着大家跳舞 我不仅仅是将舞蹈的基础知识 和动作教为大家 也在传递着更专业的 舞蹈体系和理念 有的学生 真的是从零学习 从最开始动作都做不明白 到可以完整地跳完一支舞 很多有基础的学生 在学习之后 也跳得更加专业了 看着我的这些学生们 从零到一 一点点突破和进步 我内心的开心 并不压于它 后来我再回到老家时 当时教的一些学生 都成为了当地很好的舞蹈老师 他们也将我教过的东西 交给了他们的学生 这些年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 尝试新的领域 有了更多的舞台和作品 去展示自己 但是说起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件事 还是最让我印象深刻 能帮助别人 看到别人的成长与进步 那种获得感与幸福感 远比其他成绩 更让我感到充实 听到网友 女轻儿在开头的分享 她通过努力 第一次完整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收获了肯定 我很为她获得的成就感而感到开心 成就感也许会和取得的成绩大小有关 但那种坚定自我 迎难而上的信念与勇气 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 不仅是自己不断突破 带给其他人成长 同样富有意义 希望听到这些故事的你们 也能带着勇气与努力前行 去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在最后 要跟大家分享一首 我很喜欢的歌 《微微》 愿我们都不履不停 朝着自己的那束光 勇往直前 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 微微从不停歇